丘朵的绘画乍看是几何图形和色彩 勾勒出来的比较理性的色块组合 但其实是内涵的非常深刻的 很感性的个人情感 很久以前的一个机缘下 我在某个朋友的手机上 看到秋朵的一件作品 《遗忘》的图档 从此开启了韩艺术和秋朵的缘分 很奇怪 这一幅黑白构成的抽象绘画 却勾起了我很深沉的内在感受 我总觉得绘画作品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画家在平面的画布或画纸上 创造出来的世界 这一个世界浪贯者在与其交流的过程中 可以透过视觉产生了在自身精神世界的呐喊 以及回应 同时可以感受到心灵所产生的激动 生活在城市的秋朵 一直以来 借用绘画来表现自身在空间里头的感受 有他当下的情绪波动 也有他对于过去与现在的 自身的反省和比较 更有的是心静沉淀下的各种心灵的状态 这些很真实赤裸的内心景象 在他大色块的面积 流动的线条 以及细碎的笔触的共同组合下 心说出来的 是一个一个很纯蓝的精神世界 我经常能感受到 在他话中 那一颗敏感 跳动的心 在时光中 旅行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